我每天跑了18個小時 三年來 總共掙了102萬 三年一千多天 我基本無心 據澎湃新聞報導 26歲的陳思 之前向銀行貸款80萬元開飯店 後來因虧損嚴重 負債來到上海 先是做廚師 後來專職送外賣 據報導 目前陳思已還清所貸的80萬元 因在老家買房 還背著10萬元房貸 曾經送過外賣的上海市民表示 三年掙102萬元 這是不可能的 為了解決年輕人失業問題 當局又在忽悠百姓 也有大陸民眾表示 經濟持續下行 當局在粉飾太平 針對這個話題 網上也是罵聲一片 有網友說 不要再拿苦難當勵志了 不歌頌苦難是做人的底線 也有人言語 以前雷鋒撿大份 還要配個專職攝影師 現在的宣傳口做得也太毛草了 也有人說 在這些媒體口中撿垃圾補褲當 送外賣全能年入百萬 我好奇下一個是什麼 新潭記者陳傑 李珊珊 陳傑採訪報導